後面有一張海報 海報有學日文的舉手 你如果學日文就看得懂 那一張海報就是要發行公債 在招募資金的海報 因為日本人台灣要欠這要錢 他就乾脆發行公債 然後招募資金 連那一張海報到現在都還留著 那你會想說奇怪這怎麼來的 我告訴你有很多收藏家 他專門在設計古董古物 那為了拍支部電影就要去跟他們 租啊借啊買啊買這些東西 這個要不要花錢 所以建築要錢 樣樣都要錢 好 那我們現在繼續往前走 來 照鏡頭 右邊是看到的 那是原住民的手工裏點 原住民的手工裏點都很靜色很細膩 都很漂亮 他會有讓人家出那個花 那我幫我換來聽一下 我們來一起去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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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問誰 從這個房子 你看那個外觀 好像真的就是一間日本式房子 對不對 那我最喜歡跟大家介紹 就是這個外景 你如果從剛剛一起去看 所有的房子 不管是大大小小 不管是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他都用這種工法 這種工法叫什麼工法 我們來一個地方就是要學知識 對不對 那麼 你看 如果一片木板 就好了 幹嘛這樣 就囉嗦 就麻煩 一片又一片 要花多少時間 可是呢 台灣是海島行期 潮濕多雨 對不對 如果用一片木板 那個雨水打下去 那整片木板是不是很快就壞掉了 所以呢 他用這種傳統工法 這種叫做雨淋法 下雨的雨 就淋雨的雨淋 就淋雨的雨淋 為什麼 當雨水打下去的時候 打到這裡他怎麼會落下來 這一片沒有碰到對不對 打到這裡的時候 這一片沒有碰到 他的下面這一片的板 只得上半部被 上面這一片遮住 這樣子讓整片木板 不會全部一起被潮濕 弄壞 這種工法 不是日本人發明 這是英國人發明的 那英國人這個技術 後來傳到北美去 北美呢 日本人知道以後 他跑到北美去學這個技術 然後到台灣 他們站去台灣的時候 他發覺台灣的氣候 就要用這種工法來蓋房子 所以真的日本式建築 他的外觀一定是這樣蓋 都是這樣蓋 所以你從樓大尾看 每一間都這樣喔 你從這一點 可以看到這一部拍片的用心 因為通常人家說 第一層景物要拍照拍 來拍片用得到這樣蓋就好 第二層可能就輕輕拆拆 就會用得比較簡單 可是他連第二層第三層 他都這樣做 非常用心 那魏德森為什麼要這樣 我想大家看過一部電影 叫摩戒吧 帶動哪一國的觀光熱場 紐西蘭 紐西蘭對不對 摩戒拍了以後 你知道紐西蘭賺金了多少的觀光外匯啊 所以呢 魏德森就想 那我如果也這麼認真的話 說明也可以帶動我們電影文化一些資源 所以他在拍片的時候 他連這個場景他設計都非常用心 那日本人把這種工法叫什麼法 他不是雨林法又是玉林法 他是這個雨林 都是我們傳統的工法名稱 日本人給他一個名稱叫做下面的下 看見的建叫做下建坊 我如果不這樣講 我每次說下建坊 妹妹都開始問到什麼叫下建坊 下建坊 他就是說 我這一塊木板 我見到的是下面這一部分 為什麼 因為上面被上一片遮住 所以叫做下建坊 所以你下次看到下建坊 你就懂了喔 原來就是這樣子的建築物叫下建坊 你下次看到日本式房子 你就可以跟人家大聲的說這個工法 那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我現在是建築師 他比較懂 我就跟他學到一些 好 那我們繼續走 然後我們繼續走 每一個人都要看他的耳朵 都不是聽他講到的 我剛剛有講 那個物色分室 是一個powering中心 你看連那個藤澤彰老師 那個物色分室 這種產業的管理也歸物色分室 檢察局在管理 所以你就知道警察局的權力有多大 像剛剛我們應該有看到豆腐 剛剛那邊有豆腐 原豆腐製造 這個產業也被警察局管 為什麼那個警察局 擺在那麼重要的 土地分柔的一個位置 那警察局的勢力有多大 權力有多大 可想而知 那我們就讓大家看一下 這裡外面是手工藝品 然後接下來要帶你們去看 現在沒人我們趕快去 來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診療室 就先將於出現地方的衛生室 那其實就是藍土護士的醫院 那這個動線從這裡進來 那你們會看到 首先進入眼園的就是 我們上一張醫生的執照 我們可以再進來一點 然後就這邊 留著動線讓人家出去 我們往裡面進去 然後那個醫生的執照看一下 那個執照很不容易 你看一看 那個老中看一看 然後那個茶筒 還有那個座椅 都是1930年代的產物 那跟他那個時候一樣 那我要講的是這個醫生執照 我們進來講 才不會把人家的動線指導 來進來 媽媽你走 好 那個醫生執照 你看那一張 那種字 電腦打不出來對不對 你就是說 電腦可以保照 可是它上面 連那個張紅色 都是手工用的 那個字都是用書法家 請書法家用手 用毛筆把它畫出來的 因為我在老教 就可以看到一張小小的 然後把它放大 然後給他跟他瞄 跟他一模一樣 因為那個執照 我現在已經找不到 所以要做出一張 一張是執照 是花了很多豐富的 連那個小地方都做到 其實有沒有擺到執照 我都跟你們講 你們也不會在意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知道它有多用心 那你現在看那個顯微器 聽診器 這個櫃子裡面的藥材 全部都是那個時候的東西 那你這些東西都有收藏家在收藏 你要拍片的時候 可以去跟他們租貨借 或者買 所以每一樣都是穀物 好那我們就要看這個牆壁 牆壁好好看 為什麼 你說這麼破怎麼好看 我告訴你 我剛剛講了四個字 仿舊如舊 模仿舊的要像舊的一樣 是不是很舊 可是各位這是新蓋的房子 它能夠變得這麼舊 那當然就要有魔法對不對 你知道這種牆壁喔 日式建築的牆壁 它是有一種工法 叫做小舞壁邊 大小的小跳舞的舞 牆壁的壁 編織的邊 那有這樣的名字 必然有它的學問在 它的牆壁裡面 一開始要做這個架構的時候 必須拿那個竹子喔 長的竹子 然後一節一節是短的 一根長的 然後幾根短的 這一根長的幾根短的竹子 這樣先把它架構起來 架構起來以後再添水泥石灰 這樣的做法要做四成的工夫 所以你看看它剝落裡面 是不是有一色白白的 它裡面為什麼不是這個顏色 因為它不是最表皮嘛 最表皮它最後還要給它上色 變成這樣補舊補舊的顏色 它為了代表它的年齡 1930年到現在這個架 所以它一定要破損 還要把它貼上那個壁子 然後再把它撕下來 讓它有破裂的痕跡 所以這種小五壁邊 在以前的建築上來講 那個工法是很細膩的 所以這個是牆壁 然後你們知道 你們現在站的這個地方 這裡本來是放整療床的 就是那一張 看過街你就知道 馬虹莫娜不是躺在這裡 看對面的就是女館 對不對 那那個時候這裡有個診療床 那診療床就是 物色世界受傷的人來這邊醫療 醫療的時候你知道 身上血跡斑斑 那那個醫生在幫它包扎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不小心 那個血就噴到天花板上去 來看有沒有血跡 哇連這麼小地方 那這個衛隔聖都把它製作出來了 你就可以知道這部電影在拍片的時候 它的製作過程有多麼用心啊 我們都會被感動 為什麼我一個老師退休 我已經60歲了 我還跑來當志工 因為我被感動 所以就跑來當志工 知道嗎 而且我家裡這邊好遠 好 來我們現在來看 連臉盆 連藥包 紗布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製作 來跟著我這邊走 重線要這樣走 然後這裡你看臉筆 吊架 拐杖 這些全部是製作 然後我就想讓你們在窗邊挑戰一下 看看第二層建築物 連第二層建築物 它是不是也用了傳統的工法 魚鱗房 這個拍片其實拍不到哪個角落 不會拍到這裡 可是它連這樣都做得這麼認真 所以我們常常講 認真工作的人是最可敬的 最美麗的 所以魏德士雖然長得很小 我也覺得他長得很魁梧 因為他實在有那個精神在 然後走到這裡 各位要看這一層長廊 然後就看它的上面的燈 那個燈是古董 你看那個上面那個燈 上面那個帽子 就是用那個鐵去打的 對不對 然後我要大家看這個照片 當你要了解說 整個林口霧社街的房子 它是不是跟1930年的霧社的房子一樣 來看中間這張照片 你看完這張照片以後 然後你在到戶外 回眸去看看 我們剛剛走過的那些房子 是不是跟它整個一模一樣 那你就知道魏德盛他們在 這個電影的這些房屋的場景的建設上 是不是真的很用心 它已經到了微妙微笑的地步 這是1930年代的照片 有省望 到外面有省望 就是要仔細才會看到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現在往右邊出來 我們的動線往右邊出來 不要打 你看他跟我的 我們剛剛牆壁上有看到海報 你看到這些海報 那時候當時的流行疾病是什麼 譬如說香港講 裡面有什麼廢節 這些都可以看出來 來跟我出來 這邊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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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出來了 我可以跟著我走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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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